詠儀今天舉行第八次的歌唱發佈會 演唱會將於10月16日晚舉行 當日還是詠儀的生日 這次開場是我出生的月和日 1016日的生日 很開心 這個日子也挺特別 但我們其實並沒有特意擇這個日子 本來我們打算是11月才開的 但因為當期的問題 最後經理人跟我說 我們要退遲一點點 我幫你摘了一個很好的日子 我就想他這麼好 幫我看《迷事》八字 結果他說因為是你的生日 所以是一個非常好的日子 提到在東莞站裡面 都有挑戰舞蹈的步伐 在香港站也應該走不掉了吧 其實都一直如火如土 歌就選了一些 我接下來都會開始排舞 因為之前在東莞站做了一個 當時也有跳舞 但我們都很想香港站 給那些人的歌曲 再重新選擇 再排給香港觀眾 說到日前在超過34度高溫之下 拍攝海報 泳兒就說非常辛苦 還有同事中暑 其實真的很辛苦 因為那天真的很熱很熱 有適合防疫打風 比平時更加熱 其實當時我們的團隊 有一個朋友已經熱到 要撕爛自己的牛腹 助手又暈又吐 幸好我自己 這個也挺測試到 我的體能都算OK的 而且我其實怕冬 沒那麼怕熱 但我最怕出汗 因為我自己也挺大的汗